正向面對挫折 人生努力活得漂亮 我八歲開始學跳舞 高中的時候 我從那個表演的樓梯下跌下來 所以我第一個很大的挫折 其實是在這個時候 我其實從四歲就開始學鋼琴 我學到十四歲 家裡那時候缺錢 把演奏鋼琴就賣掉 然後我從大概國中吧 就發現自己沒有生理期 其實我是天生沒有子宮這個器官 小夜有約 與您準時相約